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 是我们的第二组选手登场 有请 有请 大家好 我叫刘夏琳 一把沙经过我的手 可以汇聚成一条河 凝聚成一组力量 今天我为父亲而来 我想拿冠军 来 夏琳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刘夏琳 我来自三西社组 我是中国地面 三地沙画的首创者 很荣幸能够来到这个我台 给大家暂时沙画 谢谢大家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夏琳 沙画有多么厉害 太漂亮了吧 旁边这位是爸爸 大家好 我是刘夏琳 今年62岁 这是我的女儿 谢谢大家 今天为什么来爸爸呢 来 我们先讲 因为呢爸爸是 是我梦想路上的一个支持者 也就是没有爸爸 也没有我今天的这个 所有的成就 爸爸年轻的时候 他是一个画强绘的 画强绘的 靠这个强绘 咬不过一家人 然后最后就选择了放弃 挖煤啊 什么干别的 开车呀 司机呀都盖过 最后呢 爸爸就是心里面 可能还有这个梦想 他就从小培养我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 那会儿念书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学费 学费都是 就是姥姥和姥爷 支持他 然后 哎呀 这个 父母就是 生活得特别困难 我记得我妈妈 没有怎么买过 那个新衣服 就是把钱省下来 学这个画画去 后来坚持下来了吗 后来坚持到 我记得是上大学那会儿 这个压力真的是 越来越大 算了吧 我说说不定念出来 会不会有这个成就呢 对自己产生质疑了 我悄悄地做了一个决定 把那个 咱那个就 就是改了 改了 改了这个专业 怎么现在又开始 画起来了呢 因为到了就是 我记得是2008年的时候 咱们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 中国骄傲的日子 当时看见那个 沙画画沙画的艺术者 在那一闪一摇一捏的 哎呀 我说我特别这个羡慕 哎呀 这个特别好 别人能做的 我是不是也可以做 嗯 然后我记得是 在12年的时候 我们老家那个霉面 黑色的 咱就画一个吧 啊 所以用霉面 这艺术源于生活 后来呢 后来就是练习练习 我感觉越来越 这个东西特别吸引我 嗯 我就想哪呀 不行 我得去报一个专业班去 报个班 嗯 后来又听他们说 有这个彩色的沙子 嗯 我就买了点这个彩色的沙子 回来一直在这画 就这样的 一直坚持 坚持到现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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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